欸 好可愛喔 保育園重遊嘉莉樹 抱出一大一小兩隻五味熊 今天中午天氣炎熱 原本在戶外展場的五味熊 要轉移到室內場地 可以清楚看見小五味熊 就趴在媽媽的背上模樣相當可愛 她已經滿七個月大 名字叫做Grace 她從很弱小的個體開始 然後一步一步的成長 到現在非常穩定的 可以跟媽媽一起做展示 保育園都覺得不管是媽媽 或者是小朋友都非常辛苦 覺得她是一個造物主的一個恩典 所以我們才會保育園 才把她群名叫Grace 不同於獨居的五味熊 群居的斑馬小馬很快就能站立 為了躲避天敵 整個馬群都是小馬的保護傘 而美中木鴨是早收新鳥類 孵化後就可以自己走路 不太需要爸媽擔心 湖泊好動的小爪水踏 媽媽必須一次照顧五隻 相當辛苦 半歲左右 但是她其實跟父母之間的互動 已經跟成體真的是沒有太大差異 在嬉戏互鬧 就是玩的部分互動上面 是非常活潑踴躍的 有來自日本的小妹妹 趁著黃金假期來到台灣 那妳的廚房妳帶了喔 放的 覺得自己的媽媽最像哪個動物 PASSION 為什麼 為什麼 很辛苦 媽媽最像花豹 為什麼 我每天都會跑來跑來跑去出去玩 來到動物園 觀察動物媽媽們的細心照料 想想動物間扮演的角色 除了溫馨 也別有一番樂趣